才有對夫妻年紀稍微有點大 曾經到過尊平堂 那我們也認識的 可是他就說他越修越糟糕 然後又破產了家裡的鐘錶店 我就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 那時候我以為他們是沒有從釋迦刑法開始起修 今天我才知道原來是叉叉的事情 還是有人死啊 他們講還是有人死掉 然後耳朵旁邊都聽到說那些鬼跟他講 叫他去死的 就是叉叉有去過他們的地方 對啊 有開光啊 或他們去扶持他的法會啊 對啊 還有他們就說很害怕不敢講 就是怕講出來 他會放更多的來害他們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沒有力量 覺得很可憐 真的是 還是有這樣子的情況 在馬來西亞 可是馬來西亞還是很多啊 很多啊 因為古雲就是馬來西亞的嘛 一開始二十多年 所以他那裡應該是最 最怎麼講 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 因為他熟那邊嘛 所以他就跑那邊嘛 然後我就記得一個稍微 稍微跑那邊稍微 很像四年 對好像長去 很多啊 澳洲也很遺憾 對啊 澳洲 澳洲 我每一次回澳洲 原來我不知道 那個人的那個精脈好像塞住一樣 覺得自己等於重病很重就被死掉一樣 有一種傾向 然後要練大力金剛 就 波跟煉 練他幾天才能 才會消除 不是 我們回澳洲 他自己的絕受啦 他回到 就是精脈好像塞住的心靈一樣 就覺得 好像自己得了重病 會有一種 唉唷 是不是 就是 就是這樣 原池塘是比較嚴重 原池塘 我們莫本 莫本也是啊 莫本也是啊 嚴明也是啊 我原來不知道這麼厲害嗎 回去後來 他們一講 每次回去都要 嚴明也是 大力金剛 嚴明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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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 那走過的地方 都留下這些 留下那些 那個 歐尼 都留在那裡 他講很多的 老講師尊要復法 我們就跟他說 我師尊已經說過了 能復的都是非法 你肯定不是 他在師尊出關的時候 那時候有講 他就把師尊的那段錄影啊 拿出來反覆的在說 他很聰明啊 把師尊的很多東西 這樣子移花接木 因為師尊你在大法會有說嗎 你說我不要付法給你 我偏要付法給你 他就把這一段去講給人家聽 對 結果就說 師尊就是付給我 我都不要 可是師尊偏偏要付給我 因為我是No.1 他說師尊講了這個話以後 他馬上得到感應 他以後看所有的經書 馬上明白 全部看得明明白白 所有的經書 對 他都是看得明明白白 他不是同一個法王帽嗎 對 他說是你賜給他的 其實他是 他在紐約金當時 他 他很多人看到他意買 然後我就把官要給他 他說 他說他這樣子他不要 要我給他帶上 他就是說你帶法王帽給他 對 他已經鋪了路了啦 就說什麼法王啦 你又付法 又大使蓮花童子 反正就是 早就想好 曾伯中 就是 師尊都可以下台 我都忘掉什麼時候付法給他 哈哈哈哈 你在鐵灣裡上司已經 又說過了嘛 他說能師都是非法嘛 他就已經 但是 點他了嘛 對 都是說 你說蓮花童子上司要我付法 要我付法 師尊講 就是說能父都是非法嘛 嗯 其實他一講他都站不住腳 但很多同伴可能沒聽到這一段 對 那一次是十論金剛大法會 在講 他都把那個片段 其實師尊只是舉 舉一個例子 對 只是拉他舉個例子 並不是在法座上付法給他 對 那他就說 斷章取義 是是而非的 嗯 對 從虛空一下就進入他的身體 有啊 他法流很多了 從下面來上面 哈哈哈哈 我手又來一大堆的 哈哈哈哈 他每天都跟釋迦摩尼佛在一起 哈哈哈哈 他有什麼辦法 哈哈 哦原來這麼有心機啊 對 真的 他早就鋪好路了 我去澳大利亞的時候 腳就打起地基 他想要 想要把整個政府中全部捧走 對 問題是他 他 哎呦 實在是不抬 太好講 不可能啦 是真的 哈哈 躲啊躲啊我們政府中的人 一批人 只有那些人不知道 很多人知道的人很多 對 很多人知道的人很多 對 對 這東南人 東南亞就比較多了 所以 好 我們剛剛看到這一段 所以 又有人證了 會 會 希望大家能夠實修 覺醒 然後能夠讓其他不知道的人 趕快明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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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